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人也透露出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戴历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 父亲名叫戴师傅 母亲名叫蓝月喜 戴家之前是当地的大户人家 只是到了戴师傅这里 已经是家道中路 戴师傅本有一个妻子 但生下一个女儿之后就病死了 戴师傅因为吃喝嫖妒名声不好 没有人家愿意把女儿再嫁给她 因此到了三十岁了 还是一个人 万般无奈之下 家人托关系才又娶了戴历的母亲蓝月喜 蓝月喜生性温和 手脚勤和 颇有至家的本领 是远近闻名的好姑娘 当时村里人都觉得蓝月喜嫁给戴师傅真是可惜了 但蓝月喜无怨无悔选择了嫁妻随即 戴历六岁的时候 父亲戴师傅就病死了 家里就剩下孤儿寡母 难免会受到外人的欺负 但坚强的蓝月喜 守着戴历坚持没有改家 含辛茹苦地把戴历养大 希望她能有朝一日光宗妖族 因此长大后的戴历对母亲特别孝顺 不知道她身份的人 很难想象她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 戴历在上文西高校读书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同乡好友毛善于 她就是后来的毛仁凤 毛仁凤早年在社会上游荡一番之后 便好入了皇谱军校四期 那时的戴历还迷茫着不知所措 后来在毛仁凤的建议下 戴历才决定报考皇谱军校 最终成为了皇谱六期的学员 别看毛仁凤是戴历的学长 但发展前途远远不如戴历 当然 戴历发迹之后 也没有忘记这位同乡好友 把他从一个县科长的位置调到了自己的身边 成为了最信任的人 在戴历的身边 毛仁凤学会了许多东西 尤其是在和军统大特务斗争方面 毛仁凤可谓得到了戴历的言传 身教 戴历死后 毛仁凤靠着跟随戴历多年积累的经验 最终成为了戴历的继承人军统局长 对此 毛仁凤内心是十分感激戴历的 为了不让戴历的老母亲蓝月喜难过 毛仁凤做了一件事 他三年的时间里 坚持不断地模仿戴历的口气 逢年过年向蓝月喜发电 报问候和祝贺 给蓝月喜 造成戴历一直活着的假象 直至1949年5月蓝月喜病逝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戴历已经死了 毛仁凤做事心狠手辣 却对戴历的母亲如此周到 透露出在毛仁凤心中 戴历一直是自己的恩人兼老师的关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